真正的光公愿意谈论爱而不是憎恨 没有任何嫉妒之心 他们的行动也都是通过真正的宇宙之爱去创造爱 2012年7月 我和一群真正的光公 拜访了塞尔维亚一处能量之地 为的是向星球各处发送治愈的能量 每一次光之工作都是从内在层面竭净负能量的机会 每次光公聚会时 我们都遇到来自能量之地或光之生物的强大能量 强大的光能会使深藏在你意识中的负面因素浮现出来 于是你可以观察和治愈它 这些能量会在光之工作后持续产生效用 消除内在的负能量对个人灵性发展是最重要的 看书是不够的 书只是信息 真正的工作必须亲身去做 不管知道与否 每个人都在经历生命这门课程 只有当你从低能量中解脱 才会准备好接受高能量 才能进入更高维度 生命的意义在于成为一个满怀爱意 拥有高度发展的意识 不带任何自私傲慢 嫉妒和憎恨的人 有一些光工才开始对自己下功夫 而一些有经验的大师级光工 他们在多个星球经过了多次生命 精通了真正的宇宙之爱和智慧 并有和高维度之光接触的经验 所以有能力比别人携带更多的宇宙之光 从而治愈和解净地球的负能量 这些作为能量印记 存放在他们灵魂和气场里的信息 可以被其他灵性的人看到 能量一直都是可见的 而且不但有任何虚假 那些假装的灵性大师 出于自私和憎恨攻击他人 只是在给自己创造负面因缘 阻碍了他们自己的发展 真正有经验的和光者 从高的光之纬度转世来到地球 为的是可以从肉身行动 他们是有伟大智慧的灵魂 一个真正的和光者 不带有自私 憎恨 嫉妒或任何消极行为 他们断绝与憎恨 宗教 异教 信仰系统 迷信或政治观点的联系 真正的光之工作 不只发生在光宫向地球 发散积极能量的地方 有经验的大师级光宫 经常在有负能量的地方 用他们身体散发的宇宙之光 转化和治愈负面能量 这种高深的光之工作 会由气场中拥有强大光能和宇宙之爱的人来做 他们能在负能量中保护自己 直面聚集在消极能量之地的恶魔或其他消极事物 现在地球要攀升进入一个高维度 所有的消极能量必须被积极能量净化 积极意味着拥有宇宙之爱 消极意味着缺失爱的能量 地球上存在很多具有积极能量的地方 也有很多具有消极能量的地方 这取决于人类曾经在一段时期 创造过或正在创造的能量 有积极能量的就是漩涡这样的地方 可以更多的放大宇宙能量 负能量场的负能是由人类或火山活动创造的 火山是地球释放消极能量的阀门或气孔 星球是一个像人身体一样的生物 也有气孔用来释放有毒之物 每样事物都链接着细密的物质能量 每种能量也影响着每样事物 不管是人类还是环境 这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 如果我们想去了解生命 想知道怎样和谐和平的生活 这就是你们需要了解的高级灵性科学 在过去的一万两千年中 由于战争 仇恨 傲慢 宗教迷信 权力贪欲 由于来自负面外星人 低等星光体 或魔鬼的操控 人类在许多地方 制造了大量负能量 过去13年间 我与许多团体在地球各处清理负能量 2012年3月和4月 我和一些人到美国旅行 净化佛罗里达 加州和夏威夷的负能量 第一站是弗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 1513年4月2日 来到庞塞 德莱昂 是西班牙 借教会之名派来的征服者 盗取财富 杀人和奴役土著 他与他的士兵 征服了波多黎各和 佛罗里达很多地方 他们对待美洲援助居民 极端残忍 还声称他们属于西班牙 为了得到强大的光能 在进入西班牙人 杀害美洲土著的地方之前 我们首先在自然界充能 并利用圣奥古斯丁 一株六百年古术的能量 穿过这个地方时 我能感到负面能量 及杀戮留下的创伤 许多被害的美洲土著灵魂 依然被困于伤痛中 找不到光 清理这个地方非常痛苦 我能感觉到死者的悲伤 我制作了一个光的漩涡 使灵魂最终能进入光中 脱离伤痛 公元六百到一千八百年间 罗马教皇地球立法 仍然强烈影响着人类的思维 现今许多迷信与仇恨的能量 都源自这一时期 导致了很多人 没有发展宇宙之爱 和更高意识 在这一时期 无数人因宗教狂热迷信 或对土地金字的贪婪而丧命 现代史学家发现 公元六百年到一千八百年间 教会与国王多次篡改立法 与耶稣相关的文件 以便匹配中世纪的信仰和迷信 以恐惧控制人类来服从教会 这些文件已经过无数次抄写 复制 来自不同的语言 不同人的翻译 因此错漏百出 现代罗马教皇的地球历法 是中世纪教会 以他们的信仰所制定 将我们所知的耶稣的降生日 作为一年之尺 在那之前 人类的历法是基于其他信仰系统 现代地球历 大概用于过去的两千个线性地球年 却不能用于计算宇宙世界 当时间能量合适 宇宙意识即源头 就会发生转换和宇宙变化 将不再使用线性地球历法 历史已证明 中世纪教会军队 借所谓的神之名 折磨杀害了无数人 掠夺他国财富 英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 和荷兰的贪婪神职人员和君主 派遣大量杀手与罪犯 远征美洲、太平洋与大西洋岛屿 非洲、亚洲和澳洲驻地 他们烧杀略强 奴役土著 强迫他们听从教会 这些都记载于地球历史中 如今人人可以获取这类信息 这些杀人犯造下了惊天恶业 需要许多事去清理 仅仅西班牙征服者的杀戮之旅 就持续了两百年 从1402年到1600年 有许多不同的征服者带着士兵 乘船而来 在这一时期 以教会的名义和对黄金的贪婪 美洲大陆超过一千万的援助印第安人 被残忍杀害 几乎百分之九十的援助民都死了 这是过去一万年来最大的种族徒伤 西班牙教会士兵强迫土著人劳作致死 以惨不忍睹的方式折磨他们 他们以基督耶稣和十二圣徒之名 把土著人施以火刑 把印第安人投入有坚棍的坑内 肢解他们 让野狗吃掉他们的小孩 幸存的男女则被迫为教会服役 满足神父和士兵的变态欲望 在杀光大多数印第安人土著后 这些欧洲君主的雇佣杀手们 建立了如今的美洲世界 这些恶行的后果至今仍然可见 其负面能量依然影响着人类的思维 导致负面行为 他制造了种族主义 宗教仇恨 暴力和犯罪 阻止人类达到更高意识 阻碍社会和谐 如果现今宗教组织和政府 能归还他们曾经掠夺的财富 把财产捐给全世界贫困的人 解除一切控制 迷信 恐惧和谎言的枷锁 那将会是一个智慧的象征 而如今 印第安人的后代 生活在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带 2011年 我到亚利桑那州 霍皮人的保留地 看到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很伤心 侵略者强迫他们 住在无法耕种的沙漠里 在村庄里 他们卖泥娃娃勉强卫生 那里的土地有负面能量 类似低等星光界 和他们交谈就会发现 大部分人已失去古代智慧和知识的传承 大部分人被现代社会所薰染 喜欢酗酒 不同部落被分离 而如果他们能联合起来 专注能量转化 他们就能改变现状 在这里可以看到那句古老谚语 分而置之的应用 残暴的侵略者分裂各部落 切断古老知识传承 强迫他们学习侵略者的语言 迫使他们过着悲惨 贫穷 酗酒和无望的生活 恶行必造恶业 这些业力有一天必将返还 因为这是宇宙因果法则 每周大陆灾难 众多并非偶然 地球会尽力清理自己身体的负面能量 在古代 人类不仅死于战争 还会死于国王的娱乐 宗教祭祀 或者那些爱好观看杀人的人 其中一个这样的地方 就是罗马竞技场 数千人因娱乐和宗教而死 被箭杀死 或被狮子活活吃掉 你可以想象 这里的负能量 及那些无法找到光的伤痛的灵魂 所以我也到这里净化能量 度化很多亡灵 中世纪时代的罗马 一种残酷的宗教死刑 叫做马扎太罗 不服从教会统治的人 会被抓到罗马广场 被一个巨大吊锤敲击脑袋 再用刀子切断喉咙 由于罗马的宗教恶业 这是个需要很多清理的地方 因此我也在这里进行了光的工作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狂热的宗教分子杀害和折磨了无数人 一些行为至今仍在延续 无数人因迷信和权利欲而受苦 这些负能量至今影响着现代社会的行为 在中世纪 教会以宗教裁判控制一切 今天的历史学家估计 仅在欧洲地区 他们就杀害了超过一千万人 数不清的人被关在黑暗地牢里 受尽各种刑具的折磨 驱打成招 他们的财产 大部分被教会侵占 他们的亲人贫困无疑 没人敢施以援手 中世纪时代 几乎每座城堡都有一个拷问室 拷打杀死那些不服从教会和军队的人 许多这一时期受苦死亡的灵魂 仍被困于伤痛 在这些地方徘徊 找不到光 这不是神秘莫测的事物 而是灵性人士可见的高级灵性科学 许多这类地方都需要用宇宙之爱 进行能量疗愈 净化伤痛 帮助那些灵魂找到光 继续自我发展 能量并不会因为事情发生在很早以前 就会凭空消失 如果没有人把它转化为爱 负能量会长期存在 我去了很多欧洲中世纪的城堡 拷问室和教堂坟墓 帮助痛苦受困的亡灵找到光 有时红外相机能捕捉到被度化的灵魂 它们显现为光球 每个光环中有强大爱知能量的人 都应该适当帮助清理负能量 这个以上的是我们第二十章的上一篇 这里面讲了我们的这个 某羞星人的这个朋友阿拉耶 进行一些这个负面能量的清理 同时呢也给大家讲了就是在过去 尤其是在黑暗的这个中世纪 宗教呢借着耶稣的这个名义 就是盗用这个耶稣的名义 进行残酷的这种奴役和镇压 包括这个西班牙的一些这个侵略者 给这个呃人类了带来了很多的这种灾难啊 那实际上呢就是说这种呃我们大家有了解的话 实际上呃这种宗教的这种这种压迫 还有这种这种奴役啊实际上呃还在继续的啊 在有尤其是有些地方啊 而接下来呢是呃某羞星人忠告第二十段的下篇 我们继续光工作之旅 来到最好的漩涡之地雪士达山啊 这个雪士达山是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北部 这是利默里亚大陆毁灭之后 利默里亚灵性能量溢出之处 我们以自然界能量充能 接收来自利默里亚的能量并疗于地球 他们现在居住在雪士达山的第五维度 我们到此充能吸取漩涡和利默里亚的能量 因为我们打算用这一能量净化沉没的利默里亚大陆的最后一块土地 夏威夷在那里古老的破坏能量依然影响着地球 当我们在利默里亚人的临在 当我们在雪士达山冥想 能感受到利默里亚人的临在 他们给予能量 供我们清理夏威夷所用 下一站是加利福尼亚的红树林 他们有115米高 有些直径达到12米 我们以自然界能量充能 并发送出去疗愈地球 这些树木存有能量强大 因为他们从3200年前就开始储存宇宙能量 树木是宇宙能量的天线 越古老的树 储存的能量越多 能量好的地方 能拍到很多光球的照片 所以我们用这些树木的美好能量充能 带着充沛的光能 我们2012年4月前往夏威夷进行光工作 造访了夏威夷岛和考埃岛 以便把光能洒满整个夏威夷群岛 我们的光工作使这些岛屿几千年来 第一次被真正净化 如果你去过夏威夷 并对能量敏感 就能感觉到那里是携带 为化解负面能量的重要地点之一 利莫里亚大陆毁灭于亚特兰蒂斯人 在太平洋上的一场战争 亚特兰蒂斯末期 制造了很多创伤和负能量 因为一些亚特兰蒂斯人 认为自己是神 将宇宙能量用于战争 引发这场灾难的亚特兰蒂斯人 有负面业力 所以他们投上地球多次以清理业力 我遇到很多转世的亚特兰蒂斯人 其中许多人依然态度傲慢 对光工作者的作为雨带讥讽 夏威夷群岛是沉默的 利莫里亚大陆的最高峰 利莫里亚的巨大破坏 在地表形成一道裂溪 岩浆从最高的山峰喷出 成为火山 灾难中死伤无数 负能量影响了地球几千年 太平洋上有很多地方 存留着负面能量 比如斐济石人岛 萨摩亚群岛 巴布亚新几内亚 还有夏威夷 公元700年左右 夏威夷的负能量吸引了 很多波利尼西亚残忍的战争部落 他们进行的战争和残酷的宗教仪式 又吸引了许多低等星光层尸体和魔鬼 善离职守的哨兵可能被上级打得脑浆泵裂 或被勒死 俘虏会被活着挖出内脏 所有骨头都被折断 以便身体能打包捆扎 带去献祭他们的魔鬼 1891年起 战争一直持续 由于远离人口密集的大陆 这些古老能量存留了几千年 没有足够的正能量净化他们 许多当地人还生活在传统仪式和迷信中 因为他们是过去居民的转世 当然也有例外 但是还不足以清理负能量 我们首先到达夏威夷岛 能感受到的唯一的正能量 来自Two Step海湾的海豚 和一些人际罕至的地点 见海豚之前 要冥想并创造正确的能量 海豚对能量很敏感 能阅读你的头脑和感觉 心中带着宇宙之爱与他们相遇 游泳时接近他们 他们是最美丽的 这是最美丽的体验之一 第一天我们和海豚一起游泳 遇一只海龟玩耍 第二天我们到达岛南部的绿沙海滩 海滩是绿色的 因为沙中含有绿水晶 我们在那里冥想 使用水晶放大我们的光冷 夜晚我们正在南部冥想 再次看到了光之兄弟的飞船 光飞船在水面上盘旋 发出问候的信号 下一站是波罗鲁山谷 在那里我们与自然连接 带着小漩涡能量的树木 为我们充能 我们使用能量 再次进行进化冥想 能量工作之后 下起了雷雨 持续着清理 如果你用强大光能 进化毛地 通常会发现自然界 以强风暴雨 帮助你清理 在夏威夷岛上 一个对能量敏感的人 感觉并看到许多魔鬼 滞留在低等星光界 还有许多夏威夷战士的亡灵 他们被过去居民的食人 残忍祭祀和战争所吸引 这些负面实体 影响了许多现代居民 产生仇恨 吸毒等行为 因为他们以负能量为食 其中一个地点 在普科哈拉黑的城堡 当我们坐下冥想 发送光的时候 许多死去的夏威夷战士攻击我们 试图以能量把我们逼下山 光能保护了我们的安全 并释放数百牺牲者 使他们逃离古代战士 和负面实体的控制 夏威夷的低等负面星光尸体 不喜欢我们带来的光能 多次攻击我们 或亲自出马 或运用能量 或缩使负面人类攻击 威胁我们 有一些被我们影响的狂怒攻击者 是一些自称灵性的当地人 但实际上小我严重 内在充满愤怒 所以他们会被负面实体操纵 负面场所能测试你的灵性觉知程度 观察自己是否有强大的爱 如果你有高度灵性觉知 心中蕴含真正的宇宙之爱 没有小我和傲慢 那么任何负面能量 都无法操纵你伤害他人 如果你有小我和其他负面情绪 你很容易成为低等负面星光实体 或寄生虫的牺牲品 这是那些被小我支配的人 需要学习的功课 许多并不灵性的人 与低层星光界的邪恶实体通灵 但他们没有分辨力 还以为自己连接了光之存有 灵性外星人 耶稣或其他灵性导师 我在星光界多次见过耶稣 他为人类借他之名满足小我私欲 制造仇恨 嫉妒 战争和控制他人 而感到悲伤 灵性存有不想被崇拜 因为那有违宇宙法则 通灵不是灵性的体现 通灵只代表某人从其他存有那里 接受到能量信号 我见过邪恶的人能随意与魔鬼通灵 见过墨西哥和尼泊尔的萨满 他们被魔鬼附身 因无法控制自身行为 而朝他人憎恨的大叫 所以通灵并不意味着有灵性 灵性意味着从心轮使用宇宙之爱的能量 这需要许多事的训练 需要智慧 通灵的人必须非常小心的觉察信息来源 如果你连接了一个伪装成耶稣或 用太阳光充能 太阳是源头能量经过的一个门户 在这个冥想中 先闭着眼 当太阳落下变红时 就只是太阳 你的眼睛会吸收宇宙能量 充满宇宙能量后 就准备好进行下一次光工作 在夏威夷一岛清理六天之后 我们前往考埃岛 考埃岛的能量比夏威夷一岛好一点 因为这个岛屿人口稀少 直被繁茂 在岛外围边缘的一些地点 我们赶到存留了数千年的古代亡灵和魔鬼 因为从未有人 以真正强大的宇宙光能 净化这些能量 我们去了岛屿周围很多的地方 首先到森林中 能量好的地方充能 另一处能量好的地方 是北部的Sacrete海岛 之所以是秘密的 也就是Sacrete 秘密海滩 之所以是秘密的 因为它隐藏在森林后面 穿过丛林小径 才能到达这个游客罕至 充满自然能量的海滩 接下来的一天 我们去了可黑海滩 在这里的丛林中 隐藏着一块古代遗迹的高地 在古代 人类在这里练习血腥祭祀和杀戮 你能感觉到负面能量散发出来 在光之存有帮助下 我们发送光能清理此处 控制这里的恶魔很不高兴 并开始攻击我们 这时如果你没有强大 爱知能量的护盾 这些实体就会穿透你的能量场 控制你去攻击他人 我们当中的一员 就曾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被恶魔控制 开始疯狂尖叫 并攻击他人 从那时起 他就一直恶意对人 也不愿意接受帮助 有时人们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看到自身处于何种意识层次 如果他们走上了黑暗道路 需要及时转向 在净化工作完成之后 一头鲸鱼出现 感谢我们所做的工作 如果你想从事高级光工作 即清理负面能量地点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有真正强大的爱的频率 没有隐藏的自私 傲慢或负面情绪 如果你对自己撒谎 就会被附身 害人害己 因为你所吸引的 取决于你所散发的 如果想变得灵性 就必须对自己和他人诚实 清除自己的内在 阻塞和负面的情绪 光工作集会中 宇宙之光会使意识中 潜在的负面能量现身 在与真正光之工作者的会面中 能量会被提升 你有机会在短时间内 达到通常几年才有的进展 光工作集会是一种能量工作 要明白 你将面对灵魂 希望更快掌握的功课 有时 接近一个真正的灵性导师 也会激发这一现象 灵性导师是宇宙之光的漩涡 即使什么也不说 他们的能量也会有效运作 许多人不喜欢宇宙之光 揭穿他们 把一切负能量带到表面 所以他们会攻击 侮辱灵性导师 因此产生更多不好的业力 憎恨自私和傲慢 必然阻碍你的灵性发展 会造成此生或来世的麻烦与疾病 如果你没有疗愈陈旧的负能量 就会在很多次生命中 重复许多功课 直到你精通了 在心中和意识中的宇宙之爱 这就是宇宙运作的法则 这就是存在的宇宙法则 接下来我们乘小船 去卡拉拉海滩 遇到喝醉的船家 试图卖毒品给我们 他们被岛上的负面尸体所控制 想让我们在大海上陷入险境 如果你进行高级光工作 想要净化负面地点 会经常遇到控制那里的负面尸体 试图攻击你 他们或直接攻击 或利用负面能量的人类 在困境中 你能看清自己 是否真正有灵性 在顺境中 人们可能伪装成灵性的 但在困境中 你会看到他们真正的能量 每个人都必须通过生活中的许多考验 许多课程 以便掌握真正的灵性 如果在困境中 你也能在心中保持爱和同情 没有憎恨和自私 你就掌握了这一课程 如果在困境中 你的行为来自自私 憎恨 傲慢和忌妒 那么最好从这一世开始 清除负面业力 因为你意识和心灵中的能量性质 决定了你的境遇 最好开始在心中行使宇宙之爱 向你伤害的每个人道歉 尽管有魔鬼和极端负面的人类的攻击 我们还是在光之存有的帮助下 净化了夏威夷岛和考埃岛的许多地方 但夏威夷的负面能量有很多层次 所以还需要很多真正的光之工作者 尽可能多的清理 地球上还有很多负能量地点 需要清理净化 为了创造有爱的能量和社会和平 有些地点我们可以亲自前去 有些地方如战场 我们就远程发送能量 2012年3月和4月的光工作之旅很成功 产生了宇宙之爱的能量来疗愈地球 非常感谢友善友爱的参与者 他们一起清理了负能量 创造了宇宙之爱 这个星球需要更多你们这样的人 愿宇宙光与爱普照你们 我们帮助了许多被困在负面地点数千年的亡灵 使他们脱离伤痛重回光中 在光中 他们可以计划下次投胎和下一级灵魂进展 地球上许多地点的新老负能量需要清理 在更高灵性的清球上 是完全没有负面能量的 所以他们与宇宙意识相协调 毫无阻碍地生活在喜悦中 地球也有这一可能 只要每个人都从心运用宇宙之爱 没有人再产生仇恨和自私 星球文明的行为性质决定了这里是和谐的天堂 还是不满灾害痛苦的地狱 宇宙中万物都以精微能量互相连接 你的思想情绪和行为都是能量 正创造着你周围所见的现实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宇宙之爱与整个存在相协调 就是生命的意义和课程 这个上面是我们这个阿拉耶 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个第二十段的下篇 他也是讲了我们 就是说作为一个光之工作者 或者是作为地球人 其实我之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过我的分享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 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这些这种思想呢 跟阿拉耶他最后的这段 实际上是一致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对所有的人 都是这个充满了爱 去帮助别人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天堂 但是如果我们是对所有的其他的人 都是伤害的 那这个世界呢就会变成地狱 所以其实大道之解 所有这个其实宇宙之中 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这种道理 都是很简单的 主要是取决于我们怎么去理解他 然后呢 怎么去做 如何去行动 感谢我们的这个 这是飞鹤云天 还有会 感谢 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随时的来留言啊 然后我接下来呢 因为今天是那个到九点啊 所以这个今天的时间比较多啊 我继续给大家分享 某秀行人的忠告啊 然后呢 这个呢 是第21段啊 第21段 然后呢 也是分了这样上下两篇啊 首先给大家分享 第21段的这个上篇 这个某秀行人 阿拉耶 他的这个讯息啊 除了揭露了关于宇宙和地球的许多真相啊 包括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啊 这些战争啊 贫穷啊 饥饿呀 以及对人类的这种奴役啊 等等啊 还给了我们大量的这种灵性提升的教导啊 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 所以还是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啊 那么呃 接下来呢 继续给大家分享第21段啊 本文中的音频嵌入了更高纬度频率的光 其中的冥想引导包含了宇宙之爱啊 是我从某秀行光之纬度啊 接收的宇宙大爱音频 他们可以帮助补充进化协调和扩展意识 能帮助每个人进化负面思想 消极模式 改善健康状况 这种频率能唤醒你们心中的宇宙之爱 与宇宙意识源头协调一致 是宇宙之爱的频率啊 那这个呃 我我这块呢 也有一个之前下载的一个呃 就是阿拉耶分享的这些音频的一个资料啊 回头我也会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头啊 宇宙之爱呢 是一切的解决方案 因为它是本源的能量 如果地球上每个人每天在所有层面 所有地区 所有领域和所有问题上都运用宇宙之爱 就能治愈这个星球啊 这个和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啊 就是你只要是对其他人都是以这个爱去来做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啊 任何区域 那么这个星球很快就变成天堂了啊 就这么简单 只有宇宙大爱才能将地球从负面环境中解救出来 创造真正的和平和谐健康繁荣和快乐的家园 音频可以帮助大家适应更高频率的光 达到更高的意识形态 并变得容易接收到光和宇宙之爱 当你连接负面能量的时候 此能量会覆着在你的光环之中 负面存有 是指那些具有侵略性 经常抽烟 沉溺于毒品和酒精的人 或是想法中带有仇恨 嫉妒 傲慢 自大 自负 贪婪 报复 自卑 软弱 恐惧 内疚 迷信 等消极情绪的人 负面能量 会持续堵塞和降低你的意识 音频里的高频振动能量 能清理所有消极负面的能量 能让你感受到来自更高维度的爱知能量 让你再次连接宇宙意识 音乐里的频率 也会吸引光之存有 天使和指导灵来协助你 如果你允许音乐中的爱知频率来治愈你 就能扩展你的意识 净化 消极负面能量 音频能使光环中的能量 得以平衡和均匀 这也是适合此刻的你 当你平衡了能量 并使自己充满爱的能量 便能够做光之工作 用冥想去清理地球上的负能量 运用宇宙之爱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办法 卯秀星人阿拉耶 从远距离看起来 广袤无垠的空间中 地球像一个蓝色的珍珠 但是飞越地球表面仔细看 我们看到了什么 是看到爱与和平 健康的生活环境 丰富美好的大自然 还是看到自私 仇恨 竞争 暴力 战争和污染 正在带来的毁灭 地球上只有少数人知道 如何以内心的感受 与人和动物 与大自然 和谐相处 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宇宙之爱 并体验幸福美好的感受 这难道不好吗 如果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没有竞争性思维 没有电视媒体的操控 没有人浪费自然资源 没有人吸烟 没有疾病 没有无度的消费 这难道不好吗 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 团结 有爱的世界 没有国界的侵略 没有仇恨 自私 武器 战争 傲慢 没有压力 药物 压抑 悲伤 贫穷 恐惧 没有冷漠 嫉妒 谎 谎 欺凌 诽谤 或身体 虐待 没有努力性的交易 没有强奸案 没有精神错乱 没有宗教 教条 和政府权力的控制 没有所有这些缺乏爱的行为 难道不好吗 如果生活在一个健康的世界 使用健康的有机食品 没有工业污染 和有毒的空气 土地和水 没有食品的基因操控 没有核电站 核试验 大气污染和自然灾害 这难道不好吗 如果生活在一个文明智慧的世界 不滥用科技 不滥用武器 军事 战争和银行系统 不参与体育商业活动的竞争 这难道不好吗 如果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计算机科技 不被用于间谍跟踪 互联网不成为侮辱他人 说谎 骚扰 欺骗 争吵 攻击的工具 走出仇恨 自负 傲慢 嫉妒和控制 这难道不好吗 如果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没有政府和军队 没有信仰系统的控制 没有腐败的行业和媒体操纵 没有机器人一样的努力性工作 和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 这难道不好吗 如果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没有秘密社团和邪教组织 没有频繁的战争 这难道不好吗 如果生活在这样一个灵性世界 人人都可以自我疗愈 而地球的医学不是用以治疗疾病 而是希望人人们生病 以便推销化学药物而获得利润 没有制药液 而拥有美好的自然环境 清新的空气 没有疾病 这个难道不好吗 如果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没有动物监狱 动物不被屠宰 人们不消费肉类 动物不被放在商业娱乐场所 这难道不好吗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自由和平文明的地球 希望地球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 制造出战争和灾难 大量的负能量 这难道不好吗 地球人类是继续制造战争痛苦 为战争筹资 还是努力创造一个自由和平人道的世界 每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 我们可以用宇宙之爱来治愈世界 使之充满智慧 健康与和平 一个社会要评估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 难道仅凭他的工作和他住什么地方吗 如果人人在地球上使用博爱意识 没有仇恨与自私 不傲慢对待他人 这就是美好 没有爱的意识 就总是有战争 苦难和堕落 每个人都有能力运用宇宙之爱的积极能量 创造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保持充满爱的意识 健康的身体 就可以创造一个有爱 尊重 和平 自由的世界 这是完全可能的 运用宇宙之爱的能量 可以治愈任何旧的消极思想模式 不受迷信或负面泄氧系统的控制 激活内心更高的灵性之爱意识 真正的灵性知识 是宇宙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 那就是爱 它与科幻小说 宗教神秘主义无关 更不是什么秘密 它不是刚被发现的新生产物 它就是你内心真正的爱 在一个健康正面和谐的环境中 更容易发展宇宙意识的爱 它会吸引来自其他维度的 充满爱的星际灵性人类 当我连接了宇宙意识的爱 就曾多次接触到来自其他星球和维度的光之存有 1995年 我与几位光之存有 和我的高我近距离接触过 我体验着宇宙意识的爱 宇宙之爱超出了地球上已知的任何爱的感觉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宇宙意识的爱 它是万元之源的存在 可以很快创造出一个爱与和平自由的世界 最近一次接触是在2013年10月 我登上星际家人的跨维度飞船 在里面待了几个小时 这些飞船不是物质的 它们是由思想和宇宙之光纯粹的能量构成 这种先进的意识旅行 只有来自高维度充满爱的灵性生命 才能够运用 它来自本源爱的能量 它们体验着真正的宇宙之爱 也有着对宇宙法则运作的理解和认知 在宇宙各个维度上 生活着不同意识的存有 大家有着不同的振动频率的身体 有的是物质体 有的是光体 纯粹的能量 飞船可以用任何想要的速度和方向飞行 它们在周围创造了一个自然能量场和宇宙能量护盾 这意味着在飞船里 你感觉不到任何波动 在我的光工作中 它们总是存在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见 现在的宇宙中 生活着很多进化的人和其他存有 他们数十亿年前 就像宇航员一样 用宇宙飞船或以光体的形式 访问和探索这个世界 地球上居住着的人类和不同形式的动植物 也是这些太空旅客所创造 它们塑造这个星球的历史已有数百万年 它们正在协助地球上的人类 人们应当放下任何形式的消极和仇恨 与之友好相处 地球上许多人认为 在这个宇宙中只有它们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 之所以相信这个 原因一 它们缺乏对宇宙真理的了解 对宇宙真相的认知 生活在较低振动的维度中 在更高的维度更发达的文明 人们生活在更高频率中 因此在物理层面看不到它们 但它们如果想让地球人看见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原因二 它们从未见过来自其他形形和维度的人 因此无从了解 原因三 它们受电视 媒体和各国政府传达的教条的影响 相信没有其他空间维度 它们服从于制度 并受统治者的控制 原因四 如果知道宇宙里有更发达的星际文明 它们会产生嫉妒或自卑感 原因五 互联网上有太多虚假信息和视频 缺乏经验的人类很难区分真假 一些网页上的人自称灵性 却带有很多自我傲慢和竞争性思维 所以必须使用灵性之光和爱的意识 感受真实的灵性信息 不傲慢 不仇恨 将创造正确的频率 发展自己成为更高意识的存有 最终你会拥有区分真假信息的能力 许多人有心理和精神障碍 这将阻碍地球人发展灵性和宇宙意识 人们相信政府 宗教教条 心怀仇恨 自负 傲慢 迷信 崇拜 恐惧和控制 这将阻止人类发展宇宙意识和心中的爱 如果大家发展宇宙意识的爱 社会就会慢慢成就一个自由 尊重 和平 健康 灵性的文明 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友好的环境中 灵性的爱意味着仁慈 诚实 不受任何人为的控制 没有政府 宗教 仇恨和战争的存在 人与宇宙意识本源之爱的能量相协调 在美好的环境中 你可以感受到内心的爱 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 通过扶摸一只猫来启动内心强大的爱 你会创造一个和谐美好 充满爱的能量 没有任何的自私和傲慢 宇宙意识的爱 可以创造最高的幸福感 它是纯粹的爱的能量 每个人都会体验到 通过发展内在的灵性之爱 你会明白宇宙中存在的一切都是能量 这和任何人 这和任何人为的宗教与信仰体系无关 这是本子的存在 所谓的神是指宇宙意识的能量 他不是一个喜欢奖励或惩罚的长胡子老者 我们都是宇宙意识的一部分 许多灵性老师 比如耶稣就一直在说这个 但不幸的是 人们误解了他们的意思 盲目崇拜 扭曲他们所说的话 宇宙意识的能量 神创造了所有宇宙中的维度 军事领导中 军事领导人自称为神圣的 他们制造出战争 各种竞争性的政治活动或体育比赛 那些有过宇宙之爱体验的人 感受到内在的祥和与幸福 感受不到傲慢与仇恨 他们分享知识和个人的经验 帮助人类扩展意识 宇宙能量被称为上帝无限的能量 可以在你的内心找到 爱是所有的一切 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 每个动物植物都有 即使是每个原子 即使是空气中 也弥漫着宇宙意识的能量 运用这神圣能量最好的方法 是通过运用心中的宇宙之爱 这可以改变全球人的生活 宇宙爱的意识 可以创造一个进化和平的社会 就像耶稣佛陀和其他灵性导师 一直在告诉地球人类的宇宙法则 不幸的是 他们被成千上万的人们误解 宇宙意识的爱 意味着友好 尊重 诚实和慈悲 而不是傲慢自大 或疯狂的自以为是的 理性头脑意识 多数情况下 地球上头脑意识 关系的爱 会产生自我和占有欲 我从我的经历中知晓 宇宙的爱是一个更强大的能量 能够激活灵性 一旦拥有灵性爱的能量在心里 一个人就会永远被改变 宇宙爱的能量 能激活更高等的意识 高等意识不崇拜 嫉妒傲慢或仇恨 思想与言行都是围绕爱 表达爱 当人类思想情感压抑的时候 会感觉不愉快 但被灵性之爱的能量治愈后 就可以创造一个真正博爱的 充满欢乐和平富足 美好的地球家园 人们的灵魂深处 储存着一些压抑已久的 负面消极的思想模式 可以以灵性之爱来治愈他们 地球人与宇宙意识失去了联系 在生活中表现出负面消极的模式 盲目的宠拜迷信和 盲目的迷信和宠拜 阻碍了自己与宇宙之爱的意识相连接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但只要人类还在受到邪恶时期的影响 表现负面的行为 那就只有生活在痛苦的较低维度 除非到了学会爱的那一天 很多人都被主流媒体和电视 电影影响 习惯了粗鲁的和负面的言语行为 总是会攻击和侮辱他人 他们觉得这很正常 无意识的阻碍了灵性意识的扩展 被理性思维 傲慢 嫉妒和消极的思想所控制 正是因为缺乏爱与仁慈的意识 才导致这个世界被污染和破坏 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世界 拥有真正的爱 圣诞节时 一些人假装友好 圣诞节后 他们依旧在生活中 表现出自私 傲慢和仇恨 真正发展了灵性之爱的人们 不会仅在特定的一天表达爱 而是每天都会表达爱 不会受到电视 媒体 信仰的影响 真正有爱 有灵性的人 不会在节日里虚伪的表达 和疯狂的消费 成千上万的数目被砍伐 只是为了装饰圣诞树 然后就把它们扔掉 所浪费的钱 足可以让无家可归 和哀恶的人们 得到足够的食物 真正发展了灵性之爱的人 会在每个时刻都分享内心的爱 而不只是在某个日子 我们本可以创造 一个真正充满宇宙之爱 和灵性的世界 难道你认为灵性导师耶稣 会让人们以他的名义 来制造圣诞消费 等各种商业活动吗 我们期望看到 充满真正宇宙之爱和灵性的世界 人们花大量金钱购买烟花爆竹 燃放以娱乐 制造污染 谁能用这些财富来帮助饥饿的人们 来帮助大自然 恢复生机呢 然而我们会创造一个真正爱与和平的世界 让人人心中充满宇宙的爱 没有爱的世界 人们失去本性 用巨额投资 制造武器 体育场馆 吸烟 放烟花 受政府和宗教系统的控制 让成千三万的人 忍饥挨饿 对于贫民视而不见 在充满爱与灵性的世界 人们会分享所有的财富和美好的事物 并致力于发展灵性 彼此互相尊重 和谐 有爱 在高度发达的爱的世界 没有人挨饿 没有人痛苦 每个星球都会自然进化到更发达的星际文明 宇宙意识的爱 能让地球人感受爱的能量 提高自身的振动频率 并适应更高的振动 但问题是 有多少人会把握和利用这个机会呢 以上是这个第21段的一个上篇 这里边呢 我们的阿拉耶朋友实际上 尤其是中间的那一段排笔 也感谢我们这个歪歪的这位朋友 其实 大家听到这个阿拉耶的这个分享 其实应该也是 能够产生很多的共鸣 包括我们当前世界所存在的这些问题 实际他的真正解决之道 就像这个 忠告里说的 就是一定要让每个人有真正的这种博爱 这种精神 其实 包括耶稣 包括佛陀 我们的这些导师已经告诉了很多 但是呢 这个社会的模式呢 还是一直没有变化过来 那么这里边呢 他最后也说了 那个最终的结果啊 就是说或者说未来的这种变化 实际上是靠我们每个人啊 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爱 这个世界才能真正的改变啊 这个谢谢和啊 这位朋友啊 他说太好了 就是就是这样的啊 还有大概40分钟的时间啊 我继续来分享第21段啊 第21段呢 比较长 所以呢 分了上中下 这样三篇啊 然后同样的啊 大家这个 在听的过程中 如果有问题啊 或者是想交流的啊 也都可以给我留言啊 这个大家听起来 其实也挺辛苦啊 也感谢大家 但是我觉得 听到这些呢 大家应该能感觉是很 很有收获 对 那这就 这就好啊 辛苦的谈不上 对 如果能喜欢就是最好的啊 感谢会和 前东梅 这两位朋友啊 大家可以就是随时的留言啊 然后我继续来分享我们的第 呃 某秀星人的忠告的 第21篇的 中 呃 并更高的宇宙能量 这可以净化人的灰光和去除能量体的消极能量 从而感受心中爱的能量 当我们在一个健康正面自然的环境中 就会更容易清理堵塞的能量 压抑的情感和负面消极的思想 如恐惧悲伤自卑紧张或压力 并感受到快乐和幸福啊 其实呃 他说到这儿呢 我呃 其实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实际上呃 我我们呃 啊 和说能否把文字文章发在群里 我们认选啊 这个可以 这个我们群里应该已经发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公众号的这个呃 这个之前的一些这个文章 这这些文章应该都有啊 呃 就是就是说刚才说到这块 就是说能够感受到快乐和幸福啊 这块实际上我们大家不知道 对于这个佛陀有没有了解啊 佛陀呢 实际上他是一个呃 王子对吧 就是将来的这个国王的这个继承人啊 实际上就是拥有了几乎是一切的这种地位啊 财富啊 权利啊啊 他他都都已经拥有了啊 然后呢 但是呢 他依然感受不到快乐啊 或者说呢 呃 他发现了即使是这样啊 就是到他这个位置的人 依然需要被这种生老病死啊 所困扰啊 所以他为了追求他的最终的快乐啊 才去开始去想办法去学习啊 去领悟啊 啊 最终 这个觉悟了啊 就是呃 把他的这些这这些知识啊 觉悟的这些知识啊 开始给我们分享啊 那么这些知识呢 实际上就是教给大家啊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啊 大家理解了吗 就是你看就甚至于现在有一些这个呃高官啊 或者是这个有钱人呢 他也并不一定真的就是快乐幸福啊 当然这个呃 就是有一个这个理论说就是到一个点上啊 比如说你现在赚了这个一个亿两个亿啊 然后呃 超过这个点以后 在之前可能是你钱越多你会越快乐 但是超过了这个指定的这个大概的一个额度以后 他不会成线性的这种增长了 就是你钱越多也不会更加快乐了啊 那么真正这个快乐和幸福的这个呃 最根本的就是实际上是你这个心中要有这种爱啊 这样才是你最终这个快乐的这种根源啊 这也是阿拉耶给我们分享的啊 感谢这个子燕啊 还有沙小啊 然后我们继续看看那个我们这个某些星人 这个这个朋友阿拉耶给我们的分享啊 2013年8月 我们拜访了希腊漩涡能量点 创造了宇宙之爱强大的能量 把治疗能量发送到全球 这里在2500年前是用来疗愈身体 接收宇宙能量的地方 我们还去了雅典的魏城 治疗了那些战争造成的负能量 宇宙万物都是能量 这些宇宙爱的能量正帮助星球上的每个人 激活内心的宇宙博爱 我们第一个地点是接近米可诺斯岛的提洛岛 提洛岛正是因为人类滥用权力 加上自私 傲慢 贪婪 最后引发战争而遭到破坏 这就像一万两千年前大西洋的亚特兰蒂斯一样 如果人类使用战争仇恨和其他负面能量 而不是宇宙爱的能量 同样的事情有可能还会发生 这个杀小说 佛陀看到云云云云众生皆苦 寻度人度己之道 对是是这样 然后有一本书也推荐大家看一下 就是叫佛陀的自助佛陀的这个 有一本叫他的传记 这个回头我确认一下这个名声以后 我也发到群里头 然后呢 说到这个战争这块 我们其实也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人类已经发明了原子弹 甚至于比原子弹更厉害的像这种氢弹 也已经发展出来了 发明出来了 那么实际上呢 这是这一方面是这种技术的进步 但是我们想一想 如果这种技术被用于战争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确实是离毁灭也就共进了 仇恨才会创造自我毁灭 而爱会创造和平与繁荣 我与三十位光工作者造访了提洛岛 三千五百年前 外星人阿波罗来到提洛岛 在各个能量漩涡点上建造了许多庙宇和大型神殿 以此接收的强大宇宙能量 治愈了成千上万的人 帮助人们在灵性上的觉醒 使人们过上繁荣辉煌的生活 但由于临近岛屿和其他国家的嫉妒 攻击和大破坏 造成超过二十万人的死亡 大部分庙宇建筑被摧毁 这是参与者的一些分享 当我们进入荷尔莫斯的房子 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阻止我进入房间 阿拉耶引导我使用宇宙之爱的能量 我能感觉到被困灵魂的愤怒和悲伤 当我把爱和光的能量发送给这些灵魂 他们最终融入了光中 我听见他们对我说谢谢 之后我们坐在房子中间冥想 创造了一个粉红色的光球 扩大到了整个岛屿 我看到光照在被困的灵魂上 在提罗岛上 我看到我过去的一个模样 看到自己穿着不同的衣服 在庙宇周围散步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德尔菲 德尔菲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 海豚 海豚是天狼星人的转世 这地方有强大的天狼星能量 在这里建造大型神殿是为了使用山上的漩涡能量 下面也是参与者的分享 第二天 当我们去往德尔菲 在公共汽车上就能感觉到我内在的疗愈能量 参观了古遗址后 我们在德尔菲山上冥想和接收能量 这里的几个晚上都看到我的星际家人和很多宇宙飞船 晚上我们走上山 参与者发现天空有很多飞船 我们做了冥想 创造了一个充满爱的能量漩涡 扩展到整个地球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人都是欢乐的 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 领导人打开心扉 我们看到一团宇宙之光 覆盖大地 闪闪发光 像一个巨大的恒星 下面还是参与者的分享 当阿拉耶给我们个人治疗的时候 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能量流入和流出身体 感觉不好的能量 被新的能量所取代 我们之前在天空中看到的发光体 肯定不是飞机 树木绝对是惊人的 有许多光之存有 飞船来帮助整个地球 人类里完成这个转变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愿意与大家一起做光工作 并发展灵性意识 我会一直这样做 以此来帮助更多人 找到真正的爱与灵性 在真理的这条路上 我们并不孤单 第一次到德尔菲山上冥想时 我有一次美妙的体验 觉得时间不存在了 我可以离开身体 能量是如此之高 真是惊人 太棒了 一天晚上 我们在天空看到很多宇宙飞船 飞船散发着强大的爱的能量 这让我感受到满满的美好 爱和幸福 睡觉的时候 我接受到大量来自宇宙的能量 2700年前 为了纪念外星人阿波罗 他们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大型神殿 运用这里的漩涡能量 疗愈了很多人 并发展灵性智慧 如今能量仍然存在 很多人感受到宇宙之爱的震动 并扩展了意识和灵性 神殿的地板下 有许多小洞室 我们可以爬进去 并接受其他维度的能量 有一些隧道被地震摧毁了 还有一些隧道密封 打开地下室可以闻到香味 能够打开其他维度的大门 这里储存着强大的宇宙能量 下面还是这个参与者的分享 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 我对自己有一个问题 我想我是唯一可以看到 看不见的大门的人 这是惊人的 当这里我听到一个声音叫我去 庙宇内 所以当我进入 还听见有人在谈论 我坐在庙宇中 我为神关于个人的问题 并在里面冥想 我感觉到一个非常强大的能量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多的爱 幸福的哭了出来 感觉有一些负面的业力 得到了清理 在阿波罗神殿冥想时 我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 我的手在震动 在我的体验中 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 和洞穴拥有强大的能量 我看到了自己的前世 一个人给了我某个需要 深埋入地底的东西 在阿波罗神殿和洞穴中 有好几次这样的经历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 我们一路步行到庙宇 我坐在另一个光工旁边 他给了我一个讯息 我接受到答案 我很感动 整个疗愈的旅行是很好的 通过德尔菲的旅行 我感到有一种能量漩涡 正在清理喉沦 阿拉耶说 这是给我机会 让我学会表达自己 德尔菲古代的智慧哲学家 分别在德尔菲阿波罗神庙的入口诗墙上 刻下了147个简单的誓言 以引导游客的精神和道德行为 大多数建议可以帮助创造一个友好文明的社会 直到今天它依然存在 下面是这个简单的这些誓言 一部分的誓言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清除愤怒 保持平静 寻找内在的智慧 不要责备别人的错误 不要贬低或看不起任何人 不要傲慢无理 要谦虚 发展你的意识 学习温和与善良 远离负面的事物 有效的使用你的时间 用内心真实的感受辨别是非 不嫉妒 不自负 友好尊重和礼貌待人 爱一切事物 每个人都希望幸福 远离愤怒和纠纷 尊重万物 心存感激感恩 使用你的智慧和天赋 不傲慢自大和滥用权力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保持平衡与和谐 永远不要停止学习 尊重自己和每一个人 这是在这个神庙 课下的这个简单的誓言 其实就是道理很简单 但是确实是非常有用 这个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人类学会使用它们 地球上的每个生命都将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 地球将顺利转变 进化到更高的维度 在希腊德尔菲做光的工作 第二天我们去了德尔菲的古代洞穴 在2500年前 这个洞穴被很多人参观使用 利用这里强大的宇宙能量 接收来自阿波罗和穆斯女神的讯息 穆斯是灵性生命 它是生活在更高维度的存有 类似于天使 它给人们发送智慧灵性之光 在更高维度 时间是不存在的 人类依然可以接收到 来自许多光之存有的灵性之光 它们用宇宙爱的能量服务他人 这是宇宙爱的原理 在德尔菲 穆斯使用洞穴里宇宙之爱的能量 连接进入较低维度的地球能量 来帮助人们发展更高的意识 在这个灵性团队里 许多人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看到一些巨大的光之存有 穆斯帮助人们发展科学 灵性 美术 音乐 诗歌 天文学 和宇宙的智慧 来改善日常生活 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充满宇宙能量的洞穴里 正确的使用这里的能量 下面还是这个参与者的一些分享 我看到前面 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光球 它正在给我治疗 很美好 我觉得有很多创造性的能量 阿拉耶告诉我 我做的不错 要自信 继续做我现在做的 是的 这是我在德尔菲的体验 感觉到光的生命 的手放在我的脖子 疗愈我的喉咙 阿拉耶给我们做个人疗愈 我感受到强大的爱的能量 看到一个巨大的光生命 像洞穴一样高大 这里的能量 是如此慈爱和神圣 因此 我们在山洞里 创造了疗愈能量 我接触到很高的意识水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礼物 我意识到他们是如此的爱我 不只是我看到了穆斯女神 其他人也看到了 这绝对令人震惊 这个经历对每个人都意义巨大 在冥想中 感觉到很多能量 我们都连接到相同的能量 我们会一直这样做 创造更多爱的能量 我感觉到光在身体里面 对过去的生活来说 这是很难解释的意象 我也释放了旧的情绪模式 得到治愈 更加清晰的认识了生命 冥想是扩展意识的好时机 能从更透彻的角度 觉察到我的错误 加以修正 这是一段极好的经历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充满爱的集体意识 这很难在社会上找到 大多数人还都生活在个人意识中 无法凝聚起来 在做光工作的同时 也帮助了个人的发展 参观了提洛和德尔菲能量点后 我们觉得精力充沛 还可以帮助他人疗愈 我感觉到我的负面能量和消极想法 它们更多是来自负面的电影 当有了连接光的体验后 能感受到被光进化 光的能量帮我放下了所有的负面思想 煽动的体验后 我可以看到光好多的光 在洞穴里几个人看到巨大的光之存有 穆斯女神 我也看到了 这真是惊人 谢谢你阿拉耶 美丽的旅行 完美 感谢你 在山洞里 所有人的冥想 我可以在内心看见另一个颜色不同的心形 当阿拉耶把手放在我身上 我感受到巨大的爱与光的能量 这是一个温暖的能量 我感受到了完全的释放 去除了所有的痛苦 悲伤和恐惧 这体验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光的渠道 可以感受到我就是光 这样的光不断帮我进化负能量 畅通堵塞 去除心灵的限制 达到更高的爱的意识 万物都是能量 能量互相影响 思想 语言 和情感 都是能量 影响我们的生活 仇恨 嫉妒 傲慢 贪婪 报复心 自卑 懦弱 恐惧 内疚 迷信 和狂热的信仰 导致许多战争 负能量 如疾病 失望 纠纷和情感的痛苦 依旧普遍存在于这个星球 如果我们 以不爱的意识团结起来 创造一个和平 自由的世界 在地球上 是完全可能的 治疗所有的性格缺陷 至于过去 累世的业力问题和创伤 摆脱地球社会 竞争性思维 自私 嫉妒 邪教教条 或憎恨他人等负面进程 将使地球人的意识 得到自由发展 这里 千百年来 就存在许多负面限制 现在的人们从小 就开始被电视编程 盲目的接受 或相信 不断反映出负面的模式 许多人相信成功来自竞争 相信一个人的社会价值 是看他有没有高效文凭 或好工作 据此说明一个人的成功 否则他就毫无价值 许多人根本不喜欢到学校学习 他们想获得自由快乐 而正是因为盲目的崇拜 迷信系统的控制 社会的教条等负面进程 孩子们甚至被自己的父母 限制了自由 许多这些负面的教条 都起源于中世纪 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然而事实是 你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 你有权提出疑问 为什么我不喜欢上学 负面思想来自电视 网络 学校 家长 和信念系统 我应当遵守电视传导 父母的限制 和学校教条式信仰系统的控制吗 我为什么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我要相信地球上的统治系统呢 为什么要相信被控制的生活 而不听从自己的智慧与体验呢 我愿意跟随自己的生命感觉 还是跟随电视 父母 宗教 学校 或其他人呢 我决定用爱来生活 并获得满足 还是仍然生活在那些 旧有的迷信思维模式里 让自己深陷痛苦呢 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 何时从那些阻碍的能量中解放出来 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 停止他的房产计划 重新让自己拥有高频率能量的和积极的思想 这将改变你的一生 没人愿意生活在旧的限制模式中 那些能量都是个人从利益出发而产生的 没人愿意一遍又一遍重复过去的负面业力 每个人都可以创造新的积极的体验 去发展宇宙意识而走向光明 来自许多星球的高维度光之存有 或天使 物质的 非物质的存有 都在帮助地球人类 他们讲述宇宙法则 灵魂是本源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源头 在宇宙中 我们并不是唯一的生命 这是事实 所有进化的行星都没有宗教迷信 而是在自由中遵行宇宙法则 幸福和谐地生活着 万物都是本源的一部分 每一个来到地球的光之存有 都传达过宇宙法则的信息 其中一个是基本的因果法则 当下的行为 决定下意识的处境 灵魂体验着正面的或负面的业力 这意味着你所做的一切 都会返回来 在这一世或下一世 业力是宇宙意识的循环系统 是为了帮助灵魂从体验中学习 无论人们是否相信 业力都是真实存在的 并对人生有着本质的影响 它与宗教迷信无关 生命的意义是意识的发展 灵性的提升 在心中拥有爱 你可以用正面业力改变负面业力 用积极能量转变消极能量 你可以在思想 言语和行动上 创造积极的能量 所有未至于的创伤经验 都来自过去或前世经历的战争 恐惧 饥饿 疾病 痛苦 身心未愈之伤 仇恨 苦难 和失恋 失望 嫉妒 以及与他人的纠纷 这些旧能量的阻塞 需要被疗愈 在地球上 尤其是宇宙 尤其是城市中人 与自然和宇宙意识能量 失去了连接 每天沉浸在电视 观看和竞争性工作中 城市有很多杂乱的能量干扰着自然能量 太多电气 空气污染 噪音 太多错误的竞争性思维 太多消极想法和情绪 在高楼大厦中 能量会受到他人的思想 情感 情绪波动 和许多电子设备和天线电磁波的影响 接触大自然 可以疗愈身心 保持身体健康 感受能量的活力 但只有少数人连接自然能量 并发展了宇宙意识 宇宙爱的能量 如能生活在 让自身能量 保持纯净健康的环境 接触到清洁干净的自然能量 体验着高频率振动 这才是最理想的 人口均匀的分散在大自然中 种植素食 这些含有天然精华 纯净的食物 具有很高的振动频率 在健康的环境 纯净的能量中 能清洁身体能量场和光环 这是今天的这个分享的第20 第21段的中片 我看现在还有大概12分钟 我看一下 他的这个 因为这几个比比较长 今天不一定能够分享完 我看一下 第下篇好像也是非常长 也非常长 那就我们这个第21段的下篇 我们就在下周六 然后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看有一位 一位这个YY的朋友说 问多长时间 是吧 这个是 是指什么 什么时间 还剩大概一些时间 大概这个 到九点的话 还有十几分钟 我们可以这个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 这个自由的交流一下 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留一下 然后在这个 在中片里头 我们的这位 这个外星的朋友 阿拉耶 也是主要给我们 讲述了 整个他在 帮助治愈的一些这个过程 治愈这些能量的过程 还有就是一些 跟他一起去参加 这个 这个光光的一些感受 他们个人的一些感受 包括到最后 他也 就是说要告诉我们一些 在灵性 或者说意识发展比较高的 这种星球上 他们正常的一个模式 是什么 其实 我一直跟大家说 就是说 我们不要被这个地球上 当前的这个模式给固化了 我们可能一出生 就出生在这种 这个比较 其实是比较有问题的 这种星球上 其实地球存在的这个问题 太多了 包括 我们一直讲的这种宗教的控制 政府的这种压制 还有这些战争 这些毒品 包括我们这些习惯 你像最简单的这些抽烟和喝酒 这些可能对我们这个个体来说 没有任何的好处 但是呢 我们都没办法 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中 就被这些制度 这些模式给裹挟了 所以呢 一定要敞开我们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思维 虽然 我们有可能有一些这个信息 有可能你接受不了 但是你要听 听过以后呢 你再选择哪些真正的对你有利 有益 或者说哪些是才是真正的真理 是你原有的这种模式 还是这种 这个像我们这种阿拉伊这种朋友 给我们讲的这种 撒小说 不要客气啊 也感谢 我们的这里边 这个C1236654 还有我们的这个莱特 能辉撒小 撒小说 这个大 这个我看 我这边看到是变成一个这个 这个图标了 没看出来 时间后才能改变 就是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地球原有的模式 因为人人类啊 被这种洗脑 他经过了太多时间 有些时候 我 其实我们 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说 你不理解 有些时候对于父母不能够理解 对吗 因为他们这个 思维太僵化了 太固化了 你不理解 实际上呢 我们自身呢 也存在这种问题 只不过这种程度的这种轻重 啊 那么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僵化的这种思维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被洗脑的原因 啊 就是你说 你出生以后 你在这个世界里 你所有接受 接受到的一切信息 你认为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对的 啊 很少有人呢 对当前的模式产生这种质疑 啊 这其实是最大的问题 啊 就是 最大的奴役就是 所有人 都认为是自由的时候的奴役 啊 这就是最大的奴役 啊 也谢谢这个子燕这位朋友啊 还有爱丰盛喜悦和杀小啊 然后大概还有 呃 七分钟左右的时间 大家看还有没有 就是需要交流的 啊 呃 爱丰盛喜悦说 你家的孩子不喜欢上学啊 其实 呃 这个呢 怎么说呢 可能 我小时候可能也不 也不爱上学啊 但是呢 就是 至少到事件之前吧 我 我 我是 我觉得就是 在事件之后 可能整个教育模式会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 但是在事件之前 呃 我觉得还是要 这个 按部就班的还是要要就要去上学啊 当然 你如果要是 呃 能够就是说 呃 能够有非常大的毅力的话啊 就是说 让小孩不上学 这个我觉得也 也也可以 但是 至少我现在 就是说 如实的说的话 我是做不到啊 还 我还是需要是 嗯 这个 这个代素新 爱之光说 能否把文字文文章发在群里啊 可以 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这个 我稍后 就是我们在 大家可以 呃 大家知道我们全面揭露的这个公众号吧 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这些信息呢 实际上在这个里面都有啊 叫他和小鸟讲话 和花做朋友和石头谈心 嗯 这也是未来我们我们期望能做到的啊 因为万事万物都有灵性 呃 不用感谢我啊 其实我应该感谢大家 呃 因为只有我们每个人 呃 都接收到这种信息了啊 然后呢 呃 从心里来开始进行转变 那么这个世界呢 才能变得越来越好啊 所以呢 也是大家一个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来来跟我们一起来啊 参与这种分享 然后呢 呃 参与冥想 那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种这个信息啊 更多的像亲朋好友啊 像你的这个呃 同学啊 这个朋友啊 来进行传达啊 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种信息 并且从我做起做出改变 这个世界才能够更快的呃 变化啊 也能够世界呢 也能够早日的到来啊 啊 那还有还有还有五分钟啊 那我们呃 就是稍事休息一下 然后这个准备接下来的这个冥想啊 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啊 大家还有问题吗 啊 对啊 我知道了 这有一部分这个我们这个YY的这个听众啊 他不知道我们的群啊 你可以那个呃 把对把你的这个温信号留一下啊 然后那个或者是这个私信发给慧啊 然后慧慧把把你拉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群里啊 这相关的这些信息这里面都有啊 然后也再次感谢大家啊 来收听我的这个分享啊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然后接下来稍等三分钟以后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冥想里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